外型看起来就像破级炮 这鲜红色的炮弹 就是大陆央视首次曝光的电磁炮 实际走访测试现场 号称不用火药没有火光 电磁炮的无声发射达到远程打击目的 但这次却宣称是要拿来灭火的 央视报道大陆打算拿来 作为帮助扑灭山林大火的利器 但这电磁炮当然不是用来灭火而已 早就被大陆军方采用 发展出舰载电磁炮等等 更被视为新形态战争利器 美国军方也有这项技术 2014年曝光的试射就能看出威力强大 美国早在2005年就开始研发 近年也不断更新 砸下超过5亿美元 但是2022财政年度却没有编列预算 等同是放弃研发 原因就在于美国想要全力冲刺超音速武器 只不过近期却传出大陆已经悄悄试射 进度可能超恶赶美 现在又有更令美军担忧的情资曝光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曝光了一张卫星照片 显示在大陆西部荒漠拍到三座巨大的发射场 尽管评估还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正式启用 但是依照工程进度来看是在赶工当中 CNN记者分析这些发射井不仅将用来发射洲际导弹 最后可能用于发射核弹 事实上发射场的消息 今年夏天华盛顿邮报也报道过 只不过几个月过去数量从一座变成了三座 这让美国是紧邻大作 偏偏这时候还有个画柄被大陆穷追谋打 一个月前声称在南海遭遇不明撞击的康乃迪克号 大陆一直批评美国刻意隐瞒 如今公布的调查报告 美军把事故地点定位在印太国际水域 只用三段简短文字带过 强调人员安全才是首要重点 这可让大陆很有意见 美中针锋相对再加上台海局势紧张 连对岸网路都开始出现开战谣言 网路上流传一张公告 说各市人民武装部发通知给后备军人 内文写着因为台湾问题严峻 可能要随时召回 再加上官方又释出要民众囤粮过冬的消息 这都让大陆网友揣测 莫非真的要打仗了 不过大陆军方已经出面澄清 后备军人召回令是假消息 至于要民众囤积必需品过冬 北京声称是要确保物资充足 在大陆内部物价涨能源荒又遇上疫情升温之际 台海情势也成为影响人心的不安因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